歡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財經節目 理財達人秀 我是李兆華 好 各位親愛的粉絲 親愛的觀眾 我們搬回8點鐘了 網路 YouTube頻道的話是9點鐘會準時上架 很多粉絲敲碗了 我說我們搬到10點之後 他們都沒辦法看 都跑去睡覺了 現在不可以睡覺 看完才能睡 對 尤其是今天兔年開紅盤 嚇死人了 因為嚇死人的不只漲560點 沒有很意外嘛 因為封關期間每股市 不管財報好 財報很好 財報有點爛 全部都在大漲 所以台股今天的漲點並不意外 比較讓人意外的是 外資大買722億 扣除掉所謂的史上第一大有它獨特的原因 今天其實算是外資真正的史上買超第一大 好 這樣子的氣勢讓人家不免會想說 大家不都講2023年科技業的景氣有疑慮嗎 美股到底漲什麼 台灣會不會一天就漲完呢 因為今天的雅股其實是全面熟黑的 所以話不多說今天請到兩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股市施工 尤年老師 好 施工之前就有提醒大家 圓月行情很厲害 但是這麼厲害到底發生什麼事 施工會來告訴你 今天台股站上年限 站得穩嗎 要注意什麼樣的狀況呢 理由充不充分 還有不要忘記哦 明天有新內閣要上任了 新內閣的背景跟生技股息息相關 如果您很擔心2023年的景氣 事實上生技股是不受景氣影響的 今天施工會幫您做全面解讀 再來是我們盈利投資的中國鐘總 好 鐘總今天會來告訴你哦 美國的財報陸續公布剛剛講了 有點好 非常好 有點不好 都在大漲 它對應台灣哪些股票呢 尤其是特斯拉 特斯拉年前我們就講了 真的跌的已經太離譜太委屈了 果然過年期間大反攻 但是台灣的車電股有沒有跟著亂漲呢 誰才是真正鐘總心目中覺得 價值完全浮現 漲得有道理的 當然不要忘記台晶電今天漲8% 去年賺那麼多錢跌到370 今年明明估出來EPS可能會衰退哦 為什麼還能大漲還能不能爆下去呢 好 首先我們先請到施工油年老師哦 這個讓我很驚嚇 對 外資買722億 說實話台股今天的漲點不是史上第一 對 但是呢722億哦 這邊寫史上第二 事實上是史上第一大 這個各位觀眾朋友一定要留意哦 是的 散戶當然我們之前也有提醒嘛 不想提心吊膽的過年可能要這樣吃股水位 但現在很煩惱哦 因為過年前散戶的小台空單是增加的 對 看空的人多 沒錯 空手的人可能也多 怎麼辦 怎麼解 今天期貨結算也許就停損掉了 但是能不能跟是一個大問題啊 要跟當然可以跟啊 台跟啊 永遠可以跟啊 沒有要你去追高的跟 對 因為他一定會拉回 今天什麼都高啊 對 血壓都高 血壓都高起來了 那其實呢 我們從這邊看 我為什麼說這個 它還會有拉回的機會呢 我們先從技術面來看 其實這是周線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這麼大一個跳空缺口 對 嚇死人了 對 那這麼大的跳空缺口呢 它要不要拉回來 我們不要說全部填補 部分填補也是應該的 照理來說都會有這樣的機會的 是的 沒有錯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再看 這是RSI 周線的RSI 它其實呢 已經有一點點 那個角度很陡了 對 有一點過熱的跡象了 那這個是周線 那其實日線圖的話 它的這個那個RSI呢 確實已經是過熱了 因為今天六天的RSI 已經到了91了 那那個表示怎麼樣 從明天開始隨時可以回檔 那第二個呢 再過來我們就看 第三個我們看呢 它今天呢是站上了年限了 對 對不對 這樣年限大家哇 這個最大的壓力 終於站上去了 可是呢你要想一下 因為去年呢 因為這個扣底指數呢 是在這裡 對 還是在18000點這個附近 這麼高啊 是 對 所以它下滑的角度呢 其實還是相當的陡 那相當陡 表示什麼 有下拉的力道 那所以 我們在短線上來講 甚至於呢 在放寬到兩個禮拜之內來講的話 這個大盤呢 還是有機會再度拉回 那或者是呢 在這個沿著年限呢 在這邊做上下整理的一個走勢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其實也不用太過於擔心了 說哇 這個已經長那麼多了 還能追嗎 你不用追 這個兔年呢 有一句成語叫守株待兔 哎呦 他會自己跑過來 對 那這個這一點呢 我覺得是可以 可以這個值得注意一下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要用更長線來看的話 這個盤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 對多頭來講 對空頭來講 有一點點恐怖 是 因為呢 他一個這個頭肩底 對 頭肩底呢 似乎要成立的味道 這一點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 說實話在12月回檔的時候 施工認為有可能再繼續 往上談超過千點 是 真的談了 也真的站上年限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能持續樂觀 尤其是在整個過年期間 事實上美股呈現一片樂觀的情況 對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理由好不好 對 好 為什麼今天能夠漲成這個樣子呢 到底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當然有道理 第一個呢 就是台積電ADR封關期間大漲了7.4% 厲害 厲害 今天就漲8%了 對 就補漲了 就漲完了 就補漲了 這一點哦 你不要講哦 這一點跟過去兩年都不一樣哦 因為過去兩年呢 台積電ADR譬如說我們現在漲7.4% 那我們這個現貨呢要補漲的話 最多漲4% 對 我們不會完全跟 對不對 今天是超過哦 還超過 對 所以呢 你就知道 哇 今天為什麼會長那麼兇了 那麼 等一下的 中總會跟大家補充 我們現在就講到 我等一下會考他 嗯 好 好極了 OK 好 那美國呢 在我們這個修飾的期間呢 他們發生一些大事 第一個呢 就是12月的失散者物價指數 那麼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 這個指數呢是多少呢 6點 6.2% 這個要降 好 這個要比市場預期低 對 這邊跟觀眾朋友說 結果呢 他真的是比較低了 降 預期6.9% 結果他就6.2% 12月合金年幀率呢 它是4.4% 也是要降 也是要降 因為 預期是4.7% 這兩個都是通膨有沒有降溫的指標 所以要降 沒錯 那第三個呢 是GDP 就是國民生產指數 那麼 他這一個呢 大家注意一下 要高 要好 不過這個很吊詭 有時候好 你又覺得 那就要強力升息 是 但是好 畢竟代表你的經濟狀況 並沒有很惡化 對 好 現在呢 這一點 我要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進一步的說明一下 因為呢 我們在之前有講過 去年 大家關注的焦點 全部都是在通膨 是 那今年大家關注焦點會在哪裡 會在GDP 所以GDP呢 今年呢 如果它表現是好的話 對 高於預期 優於預期的話 表示怎麼樣 美國的經濟景氣可能會軟著陸 因為現在大家最擔心的 美國經濟景氣會不會硬著陸 那如果硬著陸的話 那整個股市呢 就糟糕了 所以呢 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都是利多啦 利多來解讀 那麼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2月2號 主要是 是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當天 美國聯準會要決定 他們的利率決策會議 對 到底 這一次要升 2月要升息幾碼 升息幾碼之外 會後講什麼 真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 因為呢 現在呢 市場普遍的預期 就是升息一碼 對 那我們現在 它看起來也是升息一碼 那現在市場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下半年 尤其是9月 渴望降息 這個前幾天 華爾街的投行 對 開始公布說 賭聯準會 看你沒有 下半年9月交降息了 對 鮑爾硬起來啊 對 我跟你講 所以呢 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四的時候 2月2號 我們就要看鮑爾講什麼 鮑爾如果也 好我們這個名 在今年的下半年呢 可能隨時會這個 轉向 轉向的話 哦 那這就利多了 那可是反過來講 如果他說 誰說我要降息的 我沒有說要降息啊 對不對 哦 那可能會有個轉折 哇 那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哦 好 然後今天呢 第四個重點 今天外資狂買台股 722億 創史上的次高 可是我們剛才講過了 上一次呢 在2005年12月28號當天呢 買這個外資 買超了1253億 那是歷史最大量 可是它是盤後巨額轉帳 好 盤後有台積電的巨額轉帳 對 沒有錯 所以呢 今天才是真正的 實質上的 這個外資買的最大量 那外資買最大量呢 有什麼意義呢 對 在於說 看起來外資 這一次是玩真的了 外資是真的要回來了 哦 所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對於整個市場的信心 會造成相當大的激勵作用 好 不過這邊也要請教施工囉 對不對 兩個問題啊 嗯 一個就是其實Intel 是 他有公佈他的財務預測 對 是悲觀的哦 是 講說今年第一季 搞不好搞到虧損哦 所以Intel在上禮拜五的盤後 是大跌的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很多觀眾朋友 其實有在study 基本面 或是自己在產業 是 就覺得很恐怖耶 我們明明看到就是訂單銳減 寒冬快要來了 怎麼現在股市這樣大漲 所以在選擇產業上 大家會有這種認知失調 你知道嗎 對 沒有錯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個世界怎麼那麼亂啊 把自己頭都搞亂掉了 那我們這樣子講了 其實呢 是這個股市的反應 通常呢 它是反映在你的預期 嗯 就是說大家日常說 雖然現在台積電很不好 可能會很不好 可是呢 未來它還是好的 大概做這種反應 那可是另外一個還有就是呢 因為之前呢 在去年呢 外資實在賣超台積電 實在賣超太多了 而且賣超台股兩年了 對 差不多三年 三年了 對不起 三年了 賣入第三年 對賣入第三年 OK好 那因為賣的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 他們現在開始呢 強力的回補 有一點賣過頭了 現在開始強力回補 那另外回補的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巴菲特 巴菲特之前又買 所以他巴菲特登高一呼呢 大部分的外資 就會開始聽他的話了 那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是呢 外資間大局買超 然後台積電能夠大幅度的上漲 那我們家權指數也能上漲 最主要原因 好 不過剛剛想到產業 有的產業說實話 比較不受到景氣的影響 也不要忘記 明天我們有新內閣上任 好 我知道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時候不喜歡去講到政治 可是不要忘記 我們國安基金登高一呼 對不對 我們的金管會 那個主委登高一呼 台股還真的就見地點往上跑 對不對 所以新內閣 到底對台灣的產業 有什麼樣的意義 有沒有真的有投資價值 我覺得 我覺得會有 會有什麼樣的這個 這個產業價值呢 我覺得啦 生技的黃金時代應該要來了 不是已經一段時間了嗎 對 其實在過去 其實在去年有表現過一段時間 可是現在呢 最近又開始弱掉了 那我要這樣子講 今天大家可能都會想說 哇 電子股這麼強 那還能去追嗎 就我剛才就講了 你不見得要去追啊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它有可能會拉回 對不對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什麼 你可以注意一下 有未來有前景的 那現在走勢相對比較弱勢的一些股票 像譬如說生技股 是 那為什麼我說 我在看生技股呢 幾個原因 第一個 好 這個是重點 新隔魁 新隔魁 前副總統 對 對 現任的隔魁 對 現任隔魁 它是做什麼呢 它是公衛的 對 對不對 它所以呢 它對於生技 大家就會想到嘛 這個新隔魁它上來了 這個是它的專業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它會荒廢掉生技這個產業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吧 對不對 所以應該會有些市場的這種期待的心理 造成它上漲的這個結果 不過就像施工講的 其實生技在去年也紅過一段時間 尤其是 那時候中國大陸疫情起來的時候 因為要解封了嘛 很多製藥也就跟著標起來 沒錯 有的有基本面 有的說實話還沒有 到底怎麼分 OK 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我們把生技股呢 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 新藥的 那新藥大家可以看到 藥華藥啊 他們這一些的 他們有這一些的題材 有這些題材 OK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這稍微的帶一下就好了 那另外的大疆 之前我們也跟大家介紹過 他是做美妝 還有這個 這個保養品 解封了要敷面膜了 要開始敷面膜了 要開始帶動這個保健食品 要開始 也有吃保健食品 對不對 這個 這個要這個免疫力增強了 那另外呢 還有這個保齡附警 他洗腎藥 這個大家都知道 臺藥呢 他做原料藥 他今天的走勢相對比較弱勢一些 可是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做比較詳細的解說 那合一也是做新藥的 那台康生技呢 防疫概念股 那這一些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 今天呢 還是這一些的新藥股比較強勢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大盤的氣勢非常強 對 所以這一些的 就是古時候我們所謂的炒本夢比的股票呢 他們比較容易受到辛勤的影響 OK好 再過來呢 是新藥的北京新藥業 北京藥業呢 因為他肺肩皮癌的這個新藥臨床實驗已經解盲成功了 那他去年的這個EPS真的很差 營收也真的很差 他真的就是炒本夢比炒到解盲前 對 結果他解盲成功了 他反而跌了 OK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去年的EPS也真的營收啦 EPS都這個衰退的一塌糊塗 所以他跌的是應該的 好 可是現在呢 大家看喔 這個是兩年線 兩年線 這條線是兩年線 然後呢 他在這邊打了左腳 在這邊打了右腳 之後呢 盤整了五個禮拜 有一個明顯的支撐在 對 有個明顯的支撐在 所以呢 在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他是屬於弱勢 然後呢 足底呢 接近成功的一檔股票了 而且呢 在去年 他的業績不好 最主要是 大家就會想說 你三期臨床實驗通過了 那可是你的業績 為什麼還這麼差呢 因為你三期臨床 解盲成功了之後 還要再申請藥證啦 還有什麼一大堆 你還沒拿到營收啊 對 真正的營收要到今年 才會出現啦 所以呢 這支股票呢 我覺得他有補漲的空間 大家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好 再過來呢 就大疆了 好 大疆去年也是跌得很慘 對不對 去年跌得很慘 最主要原因就因為 因為中國呢 那個時候還在這個 清零政策 那清零政策呢 使得他怎麼樣 他的營收大幅度的衰退 而且那時候 中國有一些 只進口的清單 事實上有大疆的產品 只是後來公司有澄清 那個沒有占很大的營收 對 沒錯 他都有 那可是現在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在他們這裡有63家中小型的企業 他們已經可以再輸入到中國大陸去了 慢慢又開放了 那第二個呢 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現在呢 已經這個解封了嘛 那所以呢 他的業績呢 也渴望回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他已經站上了年限 12345678 這個禮拜是第八週了 所以呢 他算是相對強勢的股票 然後他的大量呢 都出現在這個底部 所以我覺得 他換手已經有成功的跡象了 所以這支股票呢 還是可以值得觀察注意 好 這邊多問施工的問題 因為大疆投信是有加持的 是 還買不少喔 沒錯 但是買完之後一直橫盤 我們要怎麼去解讀 會不會有人在倒給投信呢 這個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有人在倒貨給他 可是呢 你不要忘記了 他並沒有跌喔 他如果今天 撐在那兒 對 他如果今天投信買超了以後呢 結果他開始跌下來 那就是有人在倒貨了 那現在呢 我們把它解讀成一個 比較良性的一個換手 那麼重點在這邊說 因為如果當時呢 投信買了這麼多了以後 他立刻往上噴出的話 大家也跟不上說實話 對 對 然後他現在呢 反而是盤 就會讓大家有個疑問 說這是股票玩真的還玩假的 所以你不敢去跟 你不敢去跟的話 這個阻力如果要拉起來的話 會比較容易 好 這邊非常謝謝施工的講解 所以今天外資的買超真的非同尋常 堪稱叫做史上低大 不過不要心急 因為今天反應的是過年期間 我們沒有開盤美股的漲幅 但是今天雅股是修正的喔 所以施工反而會提醒大家 守株待兔 好股票一定會回來給你買 如果您很擔心景氣的話 想一想明天的新內閣上任 其實對我們的生計股有很大的注意喔 生計股怎麼買 施工剛剛也講得很清楚 提供給您做參考囉 好廣告回來 我們的鐘總要來幫我們解讀 到底過年期間 我們講美國科技財報陸續公布 只要比預期好一點或是差一點 都在繼續漲 其中最亮眼的就是特斯拉 因為它大漲了57% 台灣商店股今天好多都漲停喔 有的人有道理 有的人沒道理 另外大家最想知道的 台積電把ADR的漲幅 漲完了我還能不能跟呢 好有句話說 市場永遠是對的 剛剛施工有解說 雖然美國的總金數據 是開出了三好球 但是很多的產業 明明今年是比去年還要衰退的 包括台積電 但是為什麼台積電 去年大家讓他跌到370 現在卻讓他站回540呢 這個鐘總要來解答其中的奧妙 當然大家最想問的是 特斯拉過年都反彈57%了 車電股今天漲停10%而已啊 是不是還有後續呢 這個也要來考考鐘總了 好請教鐘總了 美國科技股 其實也不能說都是差 有差有好 但是幾乎全面都在噴 這個是一個 很多投行都說沒有關係啦 上半年差下半年全面強力復甦 怎麼可以變這麼樂觀 當然特斯拉 幸好這個我們沒有說錯 封關前就告訴大家 很多車用股真的被挫殺了 過年期間標了57% 但是台股不能隨便射飛標 有的漲真有的漲價 沒錯 所以我覺得股票最大的利多就是跌多 所以我想這次就再度驗證這樣的情況 那我想剛剛趙華已經有提到 我在這邊再把整個一個大盤的變化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其實你覺得今天台灣大盤指數漲了500多點 這樣算是台灣是超漲嗎 其實並沒有 也沒有過年修那麼久 到上禮拜五 因為台股有修飾 所以我們就把它抓到1月27號 這樣一個時間來看 其實這段時間 今年以來 香港恆生的股市大概漲了14.7 韓國大概漲了11.6 那台灣的指數大概漲多少 5.6 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落差很多 那你會發現 今天的雅股普遍都下跌 如果把今天的香港恆生指數下跌了2.7% 減完之後大概只剩下12%左右 然後韓國的部分大概跌了將近1點多 大概也算是10%左右 那台灣的今天漲了將近3.8 也就是說差不多已經9.4 9.5左右 換句話說 台灣的指數跟韓國的指數都已經非常接近 那整體來講的話 台灣今天的上漲 只是跟著市場上的國際股市的走勢變動 所以我覺得來講 我們並沒有所謂的超漲而已 只是跟隨著整個全球股市的變動 跟上而已 但是大家就知道 要跟上的下一步對不對 對 大家就想說下一步是如何 我記得我12月份的時候 已經來這邊 跟大盤來做一個所謂的分析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過 大盤在整個量價結構來講的話 1月份指數會創新高 但只是創新高 到底它是在年前或年後 其實坦白講那個是沒辦法 很俏皮 偏偏要在年後第一篇 但是我覺得來講的話 我們去年也提到過了 台灣的股市很少出現 連續兩年第一季都是下跌的 去年第一季是下跌 今年相對第一季要下跌機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看起來目前的走勢看起來是 有符合過去的一個嘗試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變化 那當然我覺得看大漲過程當中 我們要看一下 過去我們常看一個叫做景氣的金絲 金絲卷卡特批勒部分 在年前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說 這大盤股市到底是見高 還是開始會去往上走 所以那時候我特別注意 檔股票就叫卡特批勒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呢 如果國語的翻 我們以中文的話就開闊重工 過去我們把它叫做景氣金絲卷 因為呢 它是做市場的機具 還有營運設備需求 所以呢 整個市場上通常會以它當作 是一個景氣的一個指標的一個 指標先鋒 那我們發現它在創下新高 各位發現美國股市 Dow Jones 還沒有創下之前的高點 那最近的Sax 費城半導機也是跌升反彈 但是它卻是創新高 所以你從這個卡特批勒來看的話 整個市場上的全球的景氣 市場上是開始預期 未來會往上揚的部分 因為重機 這種工具型的東西 叫做景氣之母 是 所以我們再接著說 來看一下整個一個 昨天的一些 之前這段時間的一個 美股的一個大漲的一類股 我覺得比較跟我們台灣 比較相關的股票來講 我大概把它做一個整理 當然第一個就是Tesla的部分 漲了45%的部分 然後呢 輝達漲了兩成 然後台積電 當然 剛剛前面試工你講了 大概漲了7.4% 然後呢 美光也大漲 那我們來看 其中比較特別要值得講 應該就比較偏向 Tesla跟這個台積電的部分 那至於這塊的部分 我們看起來今天大概只有台積電 比較特別強 當然就跟這個所謂台積電 ADIR是有相關聯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的重點 可以從 這個 測試跟台積電這邊 這個角度來做說明 好 那來看一下整個Tesla大漲 但是呢 台灣的股票市場來講 今天看起來 也是這一塊族群比較強 不過有些是長真的 有些是長假的 待會我再跟各位在做說明 看台積電的股價 好 台積電的股價今天一開盤就開高 那當然後面當中有一路 稍微有一些獲利的賣壓出現 不過也很正常 為什麼 最低370 如果170買的 到現在將近快5成了 這個就 杜金龍杜大師的傑作 對 將近快5成 所以呢 將近5成的這個所謂的 漲不然點就會有一些調節 不過還好 最後面因為期貨的結算 稍微往上再做推升 留下蠻長的一個 下影線的部分 那我覺得今天這樣的股價 來講 它至少已經 不管未來它明天 或者是未來怎樣的走勢 至少它已經突破 這個之前的8月份的這個高點 那表示什麼 至少這個壓力 它不是很大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那因為呢 這是連線 台積電目前的連線是下彎 所以呢 未來 來講的話 雖然是說 過去我們講的 股價站上連線 它就偏向多頭 但是因為 它是一個下彎連線 所以這個還是會有所謂的 在迅速面 會有所謂的一個 拉回的一個壓力 壓力的部分 不過 可不可以不要忘記 下面這條季線 季線它是翻揚 對 所以呢 這個股價 它不會大幅回檔太多 就我個人認為說 短時間這個先前的500到508 這部分 它會有滿大的支撐 那以這一波的走勢 如果你有去把 薩克斯費城半導體的指數 把它調出來 費城半導體還沒過這高點 台積電已經過了 表示說 台灣的個股 它是領先國際股市 所以我覺得來講 這個部分 未來台積電走勢 它還是市場上的重要的 一個先行的指標 所以我可以守株待機囉 可以 OK 那我們今天再回頭來看的話 就是來祈禱說 這一波的克斯拉的上漲 對 克斯拉的上漲 如果你有去發現 它這一次的財報是優於市場預期 事實上 你說有沒有優於預期 是因為大家之前看得非常爛 看得非常爛 它多一點點而已 對 如果你把馬斯克這部分 來做一個分析 你會發現 你是不是有點錯覺 我記得他之前 之前講了說 今年的經濟狀況 它看得很差 對啊 然後汽車市場 它也看得差 很保守 但是這次 所以是表現得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來講的話 你可能要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是總金 它看不好 汽車市場看不好 但是按照市場上的一個 目前的報告分析 對今年電動車的市場 原本是 去年的是3900億美元 今年大概會有4500億美元 也就是說 就電動車市場來講 它還有增加 將近有600億美元的一個增值 所以你可以發現 產業的這塊車子 電動車 它是增加的 但是再往下來看 比較屬於特別公司 Tesla的公司 你會發現 它這次的財報當中 財務長 特別地道說 他們現在 其實他們每一台車 每一台車 第四季 每一台車 賣出的一個利潤 將近落在 9000到9100塊 美元的一個利潤 還算是蠻高的 那雖然是比前一季 還大概衰退 將近有6%左右 但是呢 他怎麼講 我們還是比其他的人賣得好啊 賣得好啊 為什麼 因為他要成本優勢 所以我覺得來講 他這次的匯別角度 就採成本控管 所以你要想 如果自己採成本控管 那相對呢 接他的單的業者 他相對這塊就會有壓力 所以你一定要選擇一些 比較有競爭力的公司 來做買賣 所以我想 首先我們來講 從這檔股票 所以我們要選一個可攻可守 那第一檔我想 就可以選擇貿連的步步 這個可是你在年前就提醒了 比較過 因為首先來講的話 他是這個限速供應商 他提供這個克斯拉的部分 將近有10%營收 是給他的部分 那去年呢 他前三屆EPS大概19.14 已經超越他21年的全年EPS 15塊 換句話說 他已經確定應該是去年是獲利 是成長的 那去年配9.54 創新高 那預期來講的話 今年應該獲利 今年的配股 應該會更新更高 那我們從他過去的整個一個殖利率來講的話 大概目前預估應該會有4%到5%左右 如果再從他的營收YOY角度來看的話 我想上次我已經特別講過 我就不多講 他整個目前的營收YOY的成長 都還是偏向兩位數的成長 反正是非常強 只不過是說 在去年的4月份到12月份 這邊的一個moment就沒有那麼強 但是整體又產業的連趨勢來講 他是成長性的 他算是特斯拉佔比高的 有到10% 所以去年等於特斯拉在跌的時候 他的股價很受壓抑 是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說 他去年是因為 有市場上 他因為要辦憲政 還有特斯拉下跌 所以讓他股價協到去年初的低點 去年各位看到 這年初的低點是在這個位置 他甚至還創下新低 各位我們剛才看到 他的獲利是比前一年 同期大幅成長 那股價呢 你會發現這破底根本就是 一個邏輯性不是很合理 那加上他過去 我們看他的所謂的本益比河流 就是PE ratio的部分 10倍通常常有一個支撐性 所以各位發現 他其實在先前在這邊打底 將近快有4個月 大概在230到250之間一直打底 那在整個過年前的時候 他已經過了這個下降趨勢線 所以我覺得來講的話 他過年前就已經有偷偷的反應 那現在股價已經漲上來 那我覺得來講 至少他已經開始慢慢偏向轉多 不過來講的話 還是有一個所謂的警戒壓力 所以我覺得 車比較偏向是在做 所謂的價值成長 我覺得你可以做來回去間操作 殖利率蠻漂亮的 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另外一檔市場上 比較跟車的有關的 那相關的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跟育油比較有關係 那當然我想就是 也是洪家軍 洪家軍就是8261的布頂 那這家公司我也常在講 那這家公司來講的話 他因為他整個一個市場上 今天有傳出說 他這個什麼 晶片換代工訂單 我覺得來講的話 他去年有跟國劇有同時 攜手合作 那增加募股動作 那你會發現 去年在這個5月份的時候 傳出來 那各位也發現 他這邊有上漲跳空缺口的部分 可以成為近期短時間 你會發現 相當長的一個所謂的 長期的重要的支撐區 但是這家公司你會發現 他不太會一口氣漲上去 最主要是在於說 他整個營收YY的部分 因為消化庫存的部分 所以他大概是將近 在11月份 12月份 將近有4成的衰退 那我覺得來講 他至少他是有所謂的 股息殖利率的保護 因為去年他配6塊錢 同樣的他去年的EPS 前三季已經8塊4 那已經超越前一年的8塊03 那有機會挑戰一個資本額 那最近來講的話 我們發現近5年的填息機率 將近百分百 所以你如果用今天的股價 去算6塊錢 大概本益比 股息殖利率將近就5% 更何況他是獲利已經超越前一年 所以我覺得來講 這部分是當作可以供可守的公司 今年還沒公佈 只是我們參考去年 因為他賺的更多了 所以照理來說 今年要發的比去年還多 不過來講 剛剛我講的是可供可守 也像一些好的公司 不過各位不要忘記 到了現在目前的階段來講 獲利來講 會開始要公佈財報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追價的風險 那要來講 你覺得今天混在裡面漲的 我們來看一下幾家公司 來看一下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因為我比較重視 這個基本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來看一下 這家公司核大的部分 那在核大公司來講 去年到前三季的時候 他的EPS是1.93 那現在股價大概70多塊錢 你可以算出來 大概就PYRH有機會35倍 跟剛剛講的 這個本益比10倍左右 有沒有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可能要買的話 我覺得來回操作 那另外一個來講 這個還有賺錢 稍作提醒 稍微提醒 本益比有點過高 是 然後剛剛還有賺錢 再看一下 本業還虧損的 大家做電池的 那我們來看立凱KY 在前一年的時候 他每股虧9塊 當然去年來講的話 他有好一點 是虧4塊8到前三季 但是還是虧 尤其他的本業的部分 還是虧損 所以以下 他也是一樣70塊 70塊 剛剛那個本益比35倍 這個一般的講到 沒有那個什麼NA 所以就是 我覺得來講的話 這也一樣 你可以在所謂的高低檔 來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買股票要有道理 對不對 沒錯 市場永遠是對的 但是你抱的股票 要能夠說服自己 有它的價值 這個很重要 沒錯 這邊非常謝謝 中國總總總 謝謝 所以上一段叫你 手朱帶兔 這一段也提醒你 支撐壓力都畫出來 手朱帶雞也是可以的 再來就是車電類股 總總今天真的是 老實話大放送 有一些價值被低估 光是看殖利率就很甜 有一些提醒您風險 本益比很高 甚至沒賺錢 這樣子買起來 有時候抱起來不安心 當然這邊也要提醒您 五七爆新聞將從本來的七點鐘 搬到晚上的九點十點 希望大家也能夠準時支持 準時收看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賓來到現場 油鳥老師跟忠總 都有提醒大家 到底兔年的操作 在開盤 漲了560點以後 我們該怎麼做 其實兩個達人的看法很一致 就是叫你買安心 比較不受景氣影響 甚至還在成長的股票 相信兔年的操作 都能夠賺到你想要的財富 那希望今天理財答案秀 對你跟投資有幫助 我們明天再會囉 掰掰